小心翼翼抓着绳索沿着摊坊的边坡 一步步向下切 强力手电筒往下照 能看到的还是很有限 因为受困的患者在50公尺深的边坡底下 把患者固定好才能往下 上搬运救护车一连派了四台 统统集中在台九县苏花公路 因为一辆轿车四个人坠落边坡 但案发当时明明就是封闭时段 他们却疑似闯进管制闸门 绕过施工车辆坠落 好在车上的四名女子脱困的时候 都亦是清楚送医急救没有大碍 虽然乘客说是门没有关 但不排除是趁保全上洗手间的时候 抓到空档 甚至打开管制门硬闯 警方要进一步厘清 华市新闻张正慧 黄佩华 黄昭盛 宜兰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颖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